我对网游定义是什么 你游戏只要好玩充点钱没啥 没啥问题啊 就这个定义啊 但现在你游戏做的再好玩 充值玩家也会变得很少 就是我都说的很明白了 现在所有人没钱知道吧 所以我们企业都不好做 像这种 对我们的马总都亏了五万多亿啊 现在就最近几年 就这几年 亏了五万多亿 就更别说我们这种企业了 不是游戏不好玩啊 是大家现在都没钱赚不到钱 自然就没有太多心思去 在游戏上消费去玩了 谁不得养家糊口啊 被反噬了 这么说马总不太好吧 被反噬了 不过跟你们说句 实在的啊 我认识的很多有钱人啊 他们最近都没钱啊 谁都没钱 对我认识的朋友确实多 因为直播九年多了 各行各业的人都认识 所以说基本啊 就是他们有什么事啊 或者什么东西啊 我也可以拿来跟你们讲讲 有些时候 人家不想借我钱 我没 我没找人开口借过钱啊 只有一次 而且很快就还了 基本都是 现在 在董众伟天找我借钱 每周一直找我稳定 稳定拿个几万 稳定拿几万 每周一直找我呢 我就找我 密斯一个人借过钱 其他人我都没借过 借了我很快就还了 大公司哪个不亏啊 现在我个人觉得 除了网上带货啊 没有公司 没有企业 不亏本 所以我 深刻的能体会到 各位 在座的各位的 那种感觉啊 我不知道你们 会不会受到影响 就比如说你们的工资啊 或者你们会不会被裁员啊 然后 各方面会不会 有影响 工作啊 什么的 你们应该也有一点影响吧 或多或少都有 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吧 主播这个违规了啊 然后这个月工资啊 没了 然后我去跟火牙那边谈一谈呢 什么的 还是可以把他们要回来一点啊 就是说 其实火牙还是蛮好的 就是在你没有达标的情况下 还是会给你一点啊 实际上就是 如果完全按照合同走的话 是没有钱的啊 因为我储合小主播不会 小主播也会这样 就比如说 他们有一些 个别主播的一些工资啊 啊 各方面就没有达标的什么的 如果是我 跟他们谈一谈 聊一聊 还是 还是可以这个要回来的啊 就是说 这种情况也没办法 对吧 对合同没完成 不发工资很正常 所以说 哎呀 很多事我也说不好 都是自己的事啊 到到没有拖欠过工资啊 火牙倒是没有拖欠过工资 啊 这个这个是我了解的很多啊 我记得以前就有一个 罗阿罗主播啊 跟他火牙弹 然后呢 我就说 我就说一下 我就随便说一下啊 他跟火牙怎么弹呢 直接给火牙竖了个手指 这个数啊 两根 意思就是 这个 两千万啊 然后那火牙肯定不同意啊 啊 那这个价值 肯定没有那么多啊 这我们都没有几个主播 我才有两千万 我靠 你他妈两千万 然后呢 这个 然后火牙就说 这边只能给到一千啊 就这个意思啊 只能给到一千 那不同一千嘛 不同一千 本来是同意了啊 本来一千 后来要聊 聊同意了 聊同意了 然后呢 那个主播 就跟他老婆打了电话 跟他老婆打了电话之后 这一千 是我五分钟之前 同意的价格 知道吧 然后现在 我不同意了 后来火牙这边 商量了一下啊 给他降到五百 给他降到五百呢 然后他 火牙就说 一千是五分钟之前 我们给你的价格 五分钟之前 只有五百 你爱钱不钱 就是被老婆给恨了 他以后的主播 他是这样 他们有些女人呢 就是爱事 他偏要这个 这么闹嘛 谢谢人真金 谢谢人真金红 送那个高等预警 谢谢 这倒霉大事 这好多年前的事了啊 非常久 非常以前的事了 对对对 真人真事 对就是把自己看太高了 所以说一般呢 这个主播合同 有问题啊 什么的 都是价格没弹拢 火牙不会对主播怎么样 而且在各方面 火牙对主播算好的了 你就比如说啊 像我这样的啊 比如说我被降薪 我被降薪 我都没跟火牙闹过 然后我也没跟观众 吐过苦水啊 说我被降薪啊 我好难受啊 我从来没跟你们 从来不跟你们说这些 我一般的就是说好好工作啊 别的我从来不想 因为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它市场它是不好 没办法 大家都亏钱 我也能理解啊 我也非常能理解 我不是挺好 我不是挺啊 我个人对我自己看得很轻 知道吧 而且我脾气很好 以前就比如说啊 我17年 17年什么概念 我17年直播的时候 全网直播人后第一 每天直播间8万贵宾 7、8万的贵宾 那个时候在火牙上 1万贵宾的只有三个人 上2万的没有 2万只有一个健身 对健身 健身算一个 我是7万 别1万贵宾的主播 一年的年薪2000万 我7万贵宾的主播 一年年薪300万 人家他妈的外面拉我 直接给我两个亿 我都没去 那个时候是因为 不是因为观众的问题吗 观众生了那么久的牌子 我舍不得观众啊 说实话 我舍不得观众 我到时候 我从来没有因为钱 闹过停播啊 闹过什么合同啊 什么的 我从来没闹过这些 所以一般就比如说啊 所以8个月我没有上班呢 他8个月还是给了我 8个月工资 对吧 这好多好多东西 他都是互相的 所以老板那时候贼 喜欢我知道吧 老板贼喜欢我 就这么好的员工 这么好的员工 这个在这里 真的是 所以老板也很高兴啊 但我是属于那种 埋头不做事 也不是埋头做事的啊 然后也不闹的啊 就是不闹腾的那种人 所以只要给个合理的价 反正差不多吧 差不多只要不太离谱啊 其实我什么都没什么意见 反正我自己多努力就好 但是火牙还是很给我面子 就是比如说啊 你们像就有些主播的合同没达标 哎 我去想想办法 跟他们聊一聊嘛 帮帮忙啊 什么的 都愿意帮啊 都愿意帮忙 帮这个忙 你不缺这点工资 你说实话 谁不心疼 就比如说 你他妈一万多贵宾 你凭什么拿两千万的工资 我他妈八万贵宾 你凭什么只给我几百万 我心里内心也会那么想 知道吧 但是我不会闹啊 但是我不会去说 我不会说 你不给我签这么高的合同 我就不直播了啊 我那个时候想的很简单啊 就是想每天直播 我很开心 我玩游戏很开心啊 其实没有想太多 其他钱不钱的事啊 那我这个人头脑呢 比较怎么说呢 比较一根筋一点啊 那所以说呢 在这种不好的情况下呢 反正只要能帮助别人就行了 其实很多时候啊 我的个人爱好 就比较喜欢帮别人 帮别人去处理一下设计啊 这样的话 我感觉挺 就是挺自豪的 能帮助别人解决问题 我被CPU了 没人跟我说过什么 这些问题 以前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东西 所以说主播这一行业啊 怎么说呢 我见过很多的 我也见过很多那种 常年他妈五六千贵宾的 要的要价三千万的 要价比我多 他妈好几倍的 多的是 然后有的时候闹没办法嘛 有时候火牙 比如说要上市啊 或者最近要做什么财报啊 或者不行啊 这个主播一定要留啊 只能说把这个钱给他了啊 有时候 你要说不平衡吧 其实不平衡 我心里也有 但是我不会想太多 反正我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其他的事 其他人不关我的事啊 我现在工资啊 现在没多少啊 现在腾讯都亏了五个五万多亿 腾讯缩水了七分之五 那我的老板是谁 我老板是腾讯 老板是不是在裁员 老板是不是在降工资 那没办法 对不对 腾讯亏了五 就是缩水了五万多亿 所以 互相理解吧 我工资多少 就是不说实话 我以前一直都在说 现在为什么不说啊 因为我怕 现在很多主播有意见 因为主播之间 他会互相攀比的 就比如说啊 我要说了我的工资 别人就会说 这个工资啊 为什么这个有问题啊 或者这样那样一大堆的 这合同都是隐秘性的 其实我以前 我都说过好几次了 知道了就知道 不知道了就不知道啊 嗯 他缩水是缩水了 但是 他容易饶乱市场 那别的主播会闹啊 那比如说别的主播 在我直播间听我这句话 我要说了工资啊 说了一些细节啊 说什么 哎 不行我要闹 你知道吧 说者无益 他听者有心啊 明白吧 见不得人好 现在大家都不好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 大家都都挺不好的 意思就是 我的工资比其他人高很多了 我工资在火压不高 我工资在火压不高啊 一直都不高 我一直没闹过 怎么可能高 没闹的人工资是不高的 我没有为我自己闹 没有为我自己闹过 我为 为某些人闹过 因为毕竟我是老板 然后又老板 然后旗下那么多主播啊 我必须得 替其他人想办法 所以我替其他人闹的话 我自己闹什么 我自己 就安安问问就好了 你是带货主播 我说的很对 说出来确实会闹是吧 本来就是啊 就比如说你带货主播是吧 来这个厂家 他妈的 货100块钱给你 货100块 货50块钱给别的主播 你卖一件货 你赚50块钱 别人卖一件货赚100块钱 你他妈你不闹 哎 你他妈咬的 那么都是主播 你他妈凭什么 只给我50块 给他100块啊 操 那没办法 都闹起来了 都一直提 那公司还怎么 怎么运作呢 那怎么搞呢 现在目前 没有那么多高工资的啊 现在都得降 因为 毕竟出资的是腾讯嘛 腾讯那边 怎么说呢 而且我公司还有这个 腾讯买了我公司 9%的股份嘛 所以公司每个月 现在支出 然后没有太大的收益 其实我也压力很大 我这边跟腾讯签 他们虽然是投资 但如果 就是说 我不完成标准的话 我是要赔偿的呀 怎么赔偿的 比如说多要我股份啊 会 他可能 说是那么说啊 可能会多要我股份 什么一大堆的 就10%啊 对 是10% 投资都是要签对赌协议的啊 投资都是要对赌的 10%多少钱啊 我公司之前市值2亿多一点 2亿多一点啊 你自己算吧 你要说腾讯完全愿意接盘 我整个公司100%股份 回购的话 我也愿意 知道吧 你把我们都买了吧 我也不想管了 我靠 到时候 让他们去闹 对吧 这哪有 现实中哪有什么天 天使投资人啊 根本就没有什么 没有太多的天 天使投资人啊 你要说说以后 我能不能赚钱的话 其实就看公司的市值 能不能能起来 我能不能把这个盘口啊 给他卸掉啊 如果能卸掉这个盘口的话 那我就能获得一大笔钱 然后这样的话 我就稳定多了 知道吧 我这公司赚不赚 赚还是赚的 但最近两年 不是最近两年 是最近一年吧 情况不太好 就是你可以看的 可以明显的看到 他赚的钱 他变少了 然后再加上 这个任务 各方面的对赌 他可能就是有点 怎么跟你们说呢 对 也不是说严格 我不知道能不能 在最近的两个月 能给他达标了 今年先达标再说吧 对吧 我的任务就是说 一年 搞一个多亿 还差那么 还差一 一个多月吧 还差那么 差那么点吧 反正上次 上次我是七月份的时候 是完成了60% 最近两月 我没有对账单 我大概是下个月去对账 对完账之后 我才知道具体最后一个月 还要差多少 所以我想了 七月60% 如果是说按照七月那种形式的话 是勉强完全 勉强达标 但我就怕 就是这个月啊 或者最近几个月 会有影响 或者达不了标 如果达不了标的话 那我就会很头痛啊 账单每过一个季度 财务会整理给我啊 我还能每天都看 每天都看啊 我之前不是给你们看过了吗 在火牙有大概 火牙有3100多个工会 就有3100多个现实的公司 经纪公司 但火牙3100多个工会呢 前30名 我占90% 之前用那个数据 给你们看过了吗 其实我盘口倒是挺大的 但是 经济情况不太景气 我之前给你们看了呀 90% 前30名90%都是我的 都是我的公司 全是我的公司 全是我的子公司 谁排第一啊 我排第一啊 我的公司排第一 都说了 第一名到前30名啊 前30名90% 都是我的公司 你说谁排第一